在我的教室里面呢 我很希望每个学生都拥有思考的能力 而我也认为思考是所有学习的基础 因此当科技进入教室的时候 我会希望科技能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扮演重要的角色 让学生拥有思考的金三角 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透过科技让他们的思考不断被看见 最后能够扩展转化再应用 这样的理念在我的课堂里不断的被实践 在课堂的开始 我会用IRS搜集学生不同的想法 再透过不同想法的比较与讨论 帮助学生建立概念 在帮助学生建立概念之后呢 接下来我会推送一个挑战任务给学生 让学生在挑战了任务之后呢 再透过场权比赛搜集各种不同的想法 好 来 现在我把这一张签给你们 好 仔细观察 赫搜集结尬 二 一 OK 定为第四组的同学来 请多 经过前面两个阶段的挑战之后 最后让学生用非训的功能 简短的写下自己对概念的理解 然后再传回来给我 将所有学生的想法挥整起来之后 做一个归纳与澄清 来这几个人的想法 一个是放大比例 另外一个是缩小一点 当学生理解了概念之后 我会设计一个和生活有关的任务 把任务推送给学生 让学生在挑战的过程里面 将他所学到的概念应用在生活上面 最后我会设计各种不同的解题任务 推送给学生 让学生在进行解题挑战之后 将他们的解题历程推回来给我 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不同的比较 和讨论 发现很多不同的错误类型的解题历程 以及各种多元的解题策略 让学生把这个概念学得更精熟 当科技经理教室 他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看见 我们原本看不见的面向 而能够让这个理想实现 老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的教学设计 加上适切的善用科技 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助学生 更有效的学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